免责声明,本影片所介绍内容指示作为参考,并非作医疗用途。 个别人士如有血压问题,影响专业医生或家庭医生查询。 血压对健康至关重要,因为它直接反映了心脏和血管系统的功能状态。 正常的血压有助于确保足够的血液能够流向身体的各个部位, 以供营养器和营养物质同时维持正常的器官功能。 如果血压过高或过低,都可能对健康造成负面影响。 如心血管疾病、中风、肾脏问题等。 一般来月,成人的正常血压范围为收缩压上压在90-120毫米控柱之间, 舒张压下压在60-80毫米控柱之间。 然而年龄、性别、种族、身体健康状况等因素都会影响血压的正常范围, 对于60岁以下的成人来说, 安全的血压范围大致与一般成人相同。 即收缩压在90-120毫米控柱之间, 舒张压在60-80毫米控柱之间。 但是,对于60岁以上的长者来说, 由于血管弹性和心脏功能可能随着年龄而降低, 所以他们的安全血压范围可能会略有上升。 根据一些指南, 60岁以上的成人的安全血压范围可能会被放宽至收缩压130-140毫米控柱, 舒张压80-90毫米控柱之间。 长者的血压通常比年轻人少高的原因有很多, 包括但不限于血管硬化。 随着年龄增长,血管壁会变得硬化。 失去弹性, 者导致了动物硬化和血压升高。 心脏功能下降。 随着年龄增长,心脏的功能可能会下降。 无法将年轻时那样有效地泵血, 这可能导致血压升高。 心脏功能下降,随着年龄增长。 心脏的过劳功能可能会下降。 这可能导致体内液体和电解质的不平衡, 从而影响血压。 生活方式因素。 随着年龄增长, 人们可能更容易受到压力。 缺乏运动, 不良饮食习惯等因素的影响。 这些都可能导致血压升高。 综合以上所述, 长者的血压管理至关重要。 通过定期测量血压, 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。 及时治疗慢性疾病等方式。 可以有助于降低心血管风险, 提高生活质量。 一般人想知道的问题, 血压高是指泵血能力高或是低。 血压高通常是指心脏泵血能力较高或是动物血管阻力较大, 导致血液在动物中流动时施加在血管壁上的压力增加。 具体而言, 血压高主要是由收缩压心脏收缩时, 血液对动物壁施加的压力和舒张压心脏舒张时, 血液对动物壁施加的压力增加所引起的。 这可能是由于多种原因, 包括心脏泵血过程中的某些以上, 以及动物血管的狹窄或堵塞。 血压低是指心脏泵血能力高或是低。 血压低通常指的是血液在动物中流动时对动物壁施加的压力较低, 这可能是由于心脏泵血能力较低或动物血管阻力较少所引起的。 因此,血压低可能源于心脏泵血能力的降低, 导致身体无法将足够的血液流向各个部位。 这种情况可能由于心脏功能不足。 体液丢失,血容量不足等原因引起。 因此,血压过高或过低,对身体都不好。 那么怎样保持一个健康血压水平? 保持健康的血压水平是维护心血管健康的重要一環, 以下是一些在身心。 饮食、睡眠、运动、压力和其他方面保持健康血压水平的建议。 身心健康、学习有效的应对压力的方法如心呼吸、 冥想、瑜伽等有助于缓解心理压力,降低血压。 注意身体信号及时休息和放松, 避免过度劳累和长时间坐姿。 饮食,选择低纳低脂肪,高纤维的饮食。 多摄取蔬菜、水果、全谷类和豆类等健康食物。 控制摄取食用油和糖分。 限制加工食品和高盐食品的摄入。 睡眠,确保每晚充足的睡眠时间成人一般需要7-9小时的睡眠, 培养良好的睡眠习惯。 如固定睡觉时间、远离电子设备。 保持舒适的睡眠环境等。 运动,进行适量的有氧运动如步行、慢跑、游泳等, 每周至少150分钟。 加强肌肉训练,促进血液循环,有助于控制血压。 压力,避免长期处于高压力状态, 学会有效的压力管理技巧, 如与家人朋友交流,培养兴趣爱好等。 妥善安排工作和生活。 保持平衡,避免过度担忧和焦虑。 其他方面, 嫁烟限酒减少对血压的不良影响。 定期检查血压, 及早发现并控制高血压风险因素。 综合以上建议。 透过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健康的饮食选择, 可以帮助你维持一个健康的血压水平, 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,提高生活质量。 另介绍一些软化血管和降低血脂食物。 软化血管食物—— 与茄子——红薯——大蒜和洋葱等。 降低血脂食物——山药——芝麻——银行——葵花籽等。 祝各位身心健康,如喜欢本片! 请留言,点赞!